大家好,我是Dan 也确认了吴吉云的决心非常坚固 所以选择尊重他的决定了 能看出来这次吴吉云的退团 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而是为了新的挑战 但是这消息传出去后 很多网民们开始怀疑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大家有看过这个动图吗 这是在韩国饭圈非常有名的动图 而且粉丝们应该知道 Proset的专辑大部分都是 安静昂亲自作词作曲的 虽然吴吉云的创作能力 歌唱能力也是很好 但是安静昂的音色确实是很特别 所以Proset的歌曲 大部分都是以安静昂为主 因此很多网民们都开始猜测 应该是公司只退安静昂 安静昂的粉丝占绝大部分 所以吴吉云才会退团的 其实吴吉云在 以Proset出道后的2017年开始 也以一个叫做 NASNAI的团体的主唱进行活动了 所以这次退团应该是考虑了很久 也应该是真的很渴望 新的挑战才做的决定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以后也能为 Polpaganshachungi的安静昂 Polpaganshachungi出身的吴吉云继续应援 希望以后两个人都能走滑路 下一个消息是 JVP娱乐跟厕所的关系 这是一位网民整理到论团上的内容 有很多idol们都是在街上被星探发掘的 有的人是在吃年糕的时候 有的人是在翻墙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 但是很特别的是 JVP娱乐的星探 却在厕所发掘了JVP的三位核心idol 第一 Suji 曾经被称为是JVP的少女家长的Misei Suji 在中学时期 参加了选秀节目Superstar K的预选赛 然后就在现场的厕所前 被JVP的星探发掘了 第二个idol是K7 JB JB小时候曾经是Bboy团队的团员 有一天在参加一个预选赛的时候 JB上了厕所 就在那里被星探发掘了 然后参加了JVP的试镜 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JVP 最后一位就是一级Rujin Rujin在出道前开始就是K7的粉丝 有一天在参加K7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Rujin为了上厕所在厕所前面排队了 就在这个时候被JVP的星探发掘 参加了试镜成为练习生了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想要进入JVP娱乐的人 多伤厕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直被拒绝的RM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